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类药物也是需要继续使用的 主要是降脂和稳定板块 这类药物在预防脑梗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专家提示 脑梗色需要长期吃药 因为脑梗色一年的复发率在我国大约为17%左右 比例非常高 所以脑梗患者要长期规范用药 并积极采取二级预防